命很大呀 逃脱了 但是这个事呢 白崇喜没觉得怎么的 认为这完全是一次意外 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白崇喜呢 又受不了了 在家呆着没意思 又要到阿里山打猎 坐那个运煤的车上山 他们又策划了一次暗杀 就是这个线是个单行线 你得把车呢 上山下山 错开好时间 要不然搬到就容易撞上 这回这些特务又 设立了一个非常精力的 两车相撞事故 又让白崇喜死 结果白崇喜又侥幸的逃过大弹 也是他随同人员感觉 怎么前面还有车开来呢 赶紧跳车 把他连推带啥跳下去了 这算白崇喜没死了 可是经过这两次事之后 白崇喜也觉得不对劲 说这背后有事 还是别出去了 可是我们说呢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1966年12月份 白崇喜突然在家 死了 说心脏病不行了 可是据说白崇喜死的时候呢 曾经激烈挣扎过 床单都死碎了 口吐白沫 脸上都发绿 有人就怀疑说 这怎么回事 第一种怀疑是什么 说是蒋介石派人下门 把他堵死了 但是这个怀疑 我们今天想 就跟我刚开始说 李宗仁去了大陆 白崇喜的意义失去了 那失去了什么意义呢 又做不起大事 都七十多岁了 老头子了 我们以前给大家说过 这个陈立夫陈果夫哥俩 不也是吗 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也威胁不到我了 我还杀你干嘛呢 所以你说讲的事 一定要害死白崇喜 这个有点站不住去 所以说无论是两次暗杀 还是下毒 这个很可能啊 是以恶传恶的办法 就是有人在这里边编故事 这可能性很大 还有第二种说法呢 说白崇喜自个儿作的 说为什么死是这样 服用过量的壮阳药酒 说他服用壮阳干嘛 白崇喜老伴死了之后呢 他挺寂寞 就跟护士张小姐俩人好上来 你说人今年轻 你岁数大 为了求床上这点雨水之歪 说这白崇喜就 拼命的喝壮阳药酒 结果纵欲过渡 一下出事了 倒是他死的时候 这特征挺符合这个 所以这是人第二种猜测 当然这两个 很多人认为不靠谱 更多人相信了 他的儿子 大文学家白贤勇 白贤勇是白崇喜 第五个儿子 白贤勇说我父亲呢 一直有心脏病 那个时候就是心脏病死的 服药也没来得及 那说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相信 这是心脏病 还继续相信 所谓跟护士的黄昏恋 以及蒋介石要暗杀的 那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物 大家都有这种猜测呢 因为白崇喜一生 太过传奇 算得上 这个中国现代史上 轰轰烈烈的 这么一位人物 所以对这样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他今天死于 好像很普通的心脏病 很多人觉得 不够圆满 从故事的角度来讲 等于这样的人物 也死得很激烈 似乎才对得起 小诸葛白狐狸 当代张良的这种美称 所以我想呢 这也是我们寻常人 普遍存在的猎奇心理